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慢慢解禁 那么很多的行业开始复苏 那美国的经济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那的确在2020年的前半年 我们经历过一个最不好的经济的三个月 就是2020年4月到6月的一段期间 全国几乎停顿 那很多很多行业受到波折 关闭 倒闭 那政府就开始有这个纾困计划 那政府慢慢发了钱到这个企业里头去 那你也知道美国这个政府 它是有能力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 那它可以发行货币来稳定 稳定这个经济 那这个纾困呢 当然是一个旧级 那同时呢 它有一个副作用 它这个副作用呢 就是因为很多钱 它不是经过这个GDP 这个经过Service Manufacturing 或者生产产生出来的数字 所以呢 就会产生通货膨胀 那我们也在2020年 有几个很重要的参数 我看一下 那很多参数是什么呢 第一个参数就是失业率 那美国的失业率到现在为止 大概在10%以下 那10%以下还是非常严重 大概影响人大概有1000万人 那这些人可能短期之内 再也不能回到这个 他自己的工作崗位上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家的担忧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旅游业 这个大家的business travel 旅游 那从2020年的4月6月 从一天10万人在旅游 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旅游业 将近有200万人一天在旅游 所以这个非常明显的看到 这个这些地方是有复苏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housing market 就是这个housing market 房地产 那我们看到现在房地产标涨 涨的有些时候大家下不了手买房子 真正需要需要住房子的人 买不起房子 可是同样的房子在富人眼睛里头 这是大家必要抢的一块肉 因为它比底子通货膨胀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service行业 service行业也比如说很多餐厅 它重新开业了 很多娱乐场所也重新开 那这个都是慢慢的经济复苏的一种状况 那到底这个经济复苏状况 是不是能够持久 那还要看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疫情 covid-19变种 它到底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现在短期间很难预测到说 美国的经济一定会非常好 也很难预测 可是我们知道美国经济在复苏 那只要这个covid没有再继续恶化的话 那我相信美国的经济会比全世界 其他的国家要来的复苏的快 所以说你就说前景还是蛮看好的 对不对 前景有不确定的因素 但目前为止 因为美国的 比起别的国家当然强的 那么这个里头是一个对比 一个对比就是我们所谓开发国家 已经已开发国家跟开发中国家 这个里头 在美国本身也是有这种情况 有富人穷人 所以这个贫富差距的距离呢 是现在这个在这个covid-19影响下 产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那也给很多穷人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不方便 无家可归也有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 那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要把美国当 美国的现象当一个标准 那同时也要把全世界的这个这个经济 也当成一个参考 对 谢谢 那然后这个是 现在这个中美关系也是蛮紧张的 那对于这个美国的经济 有没有影响 比如说你是进口非常大的一个进口商 你觉得有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冲击 这个我们也是经过我们所谓的rolercoaster 就是一直在七七复复 那这个经济不好的时候去去年2020年的第二个quarter 那那个时候没有人进货了 因为很多行业暂时被要求停业 那很多人不去商场买衣服 成衣 很多东西都买不到 都不需要买了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那就没有这个需要 那在运输业来讲 他就讲说 那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大的船来运这些货 所以我们就换小船好了 那你一跟这个charter公司去租船换了小船 马上就变成一个长期合约 那等这个大家这个很多企业 开始重新复苏的时候 那大家又需要这个 要大船 那船位就开始跪了 那我们 听说现在这个船还运输 不管船业还运输 都涨价涨得很厉害 现在涨价很凶 所以我们也在这方面受到很多波测 一下子 有些时候倒不是说 付不起这个运费 而是说 我根本得要 要运货 运货的货柜 全公司都供应不够 那所以就有 有我们所谓的瓶颈现象 那我们也经过这个现象 到上一次 那你什么阴影的呢 上一次我经过你的节目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马头的情况 慢慢疏解 慢慢疏解 那因为多付的运费 所以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定价 那在过去呢 调整 就是说 如果你涨价 客人都是不高兴 对 可是现在你去调整 你的价格 那客人现在比较 不啰嗦了 他都认为说是自然 因为他也知道 他也了解 因为他本身 那你有一个很大的指标 这个可以很明讲 就是说我们每次看到股票市场很好的时候 那股票市场好是因为很多油资在里头 大家没有地方投资股票上涨 可是股票市场一好的时候 油价就涨涨 油价上涨 马上影响到大家的 生计 所有的物品的这个价值 那所以不管是国际航运 或者说美国国内的 这个运输 统统都跟着水涨船高 那这个就涨价 有些涨的觉得很离谱 可是大家接受 现在股价都上涨 所以现在这个通常是 大家老百姓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对啊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的冲击是蛮大的 非常谢谢那个徐永泰博士 我们将会继续跟徐永泰博士 请教很多关于这个经济方面 各方面的问题 那谢谢你们的收看 也谢谢徐永泰博士 谢谢 给我们按赞咯